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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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下地支的六冲和六川 上一节课咱们也是讲的地支的基础知识 对吧 三合 六合 还有三会等等的地支的基础知识 那么咱们这节课呢 是接着上一节课地支的基础知识我们还往下讲 那今天晚上呢 给大家讲一下六冲和六川 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在我们的拔字预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大家也是要下点功夫 好好学一下吧 那咱们看一下地支的六冲 就是子武相冲 毛友相冲 陈虚相冲 丑味相冲 银身相冲和刺害相冲 地支呢 一共是十二个 对吧 所以说它分成了六组 叫做六冲 那咱们看一下 地支的六冲与天干的相冲 是一个道理 那地支六冲的实质 就是同性相斥 五行相克 方向相反 所以说 冲的力量呢 就会大于克的力量 那同性的五行之间 既克又冲 那异性的五行呢 它只克不冲 那异性相克呢 就好比是夫妻之间打架 相斗 那手下会留情的 对吧 而同性相克 而同性相克 就好比是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 那咱们看一下 举个例子 如子武相冲 五火属羊位于南方 而子水属羊居于北方 两者为同性相斥的关系 而且呢 为水火相克 南北对冲 冲呢 就为对立 相互排斥 那六冲本身就相克 再加上对立 相机的排斥力 所以说 冲就比克的力量要大 那大出来的力量来源于同性之间的排斥力 咱们看一下这个手 那看一下这个地支的排法 从无名指的指根开始 顺势针来转 子丑 银某 臣次 五位 身有虚害 对吧 那么六冲呢 它是看 你看一下这个线 它是斜着相冲的 那咱们讲了六合 它是平和 平着相合 竖着相害 斜着是相冲的 所以说 叫平和 竖害 斜冲 那么大家呢 这样就比较好记一点了 咱们接着再看 六冲主相互破坏 六冲大多无情 当它望向的时候呢 为冲起 冲动 冲发 做的时候呢 就为冲破 冲开 冲散 所以说 两个五行相冲的时候 一定要分析它的力量 看这两种五行 谁的力量大 如果是祭神来冲用神呢 就会不好 祭神被冲呢 它就为己 对吧 就为好 比如说 心四月 那它的纳因呢 是金 鬼害月呢 纳因为水 鬼害是大溪水 对吧 那四害相冲 它为有情之冲 这个呢 就是好事 因为它的纳因是相生的 我们都知道 是金生水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下 第一点呢 地之相冲 如果 喜用神 背冲 则凶 祭神来冲用神呢 就是不吉 对吧 这个喜用神呢 它背冲的时候 它就堵凶 堵不吉 那如果 喜神 逢冲 则凶 到底 具体 士吉 士凶 一定要看法子的组合 第二点 我们再看 地之的相冲 以 紧贴之冲 力大 那所谓的紧贴 比如说 日干 紧贴它的 就是 这个日枝呀 紧贴它的 就是 月枝和时枝 那间隔之冲 则力小 比如说 日枝和年枝 中间隔了个月枝 那么它的力量就会小一些 那远隔相冲 则会无力 比如说 时枝和年枝 就会没有力量 只有冲的相 没有冲的力量 咱们再看一下 当地之相冲的时候 除了本气相冲以外 地之堂干的中气和鱼气 也会相互交战 第二呢 本气因为相冲而简历 会变成中气 那中气呢 则会变成鱼气 而最弱的鱼气的堂干的五行 会因为相冲而被冲掉或者是冲散 当然本气相冲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主克者胜 被克者败 比如说 木能克土 木在先天已经占了优势 而土呢 就是一个受制者 对吧 但如果主克者失时 失势的时候呢 而被克者得时 得势 则被克者胜 主克者败 这个呢 就是咱们第一节课讲的 五行的正课与反课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案例 物子 银武 甲银已有 这个拔字当中 五火得令 地支银和武 对吧 地支银武半合火局 我们上节课讲的 银武须三合火局 那银武为半合火局 那又得到甲木的 就是得到木来生火 对吧 那么甲木也生火 这个银木本身呢 它也是生火的 而且银武呢 是火的掌声 因此呢 火得时 得势 而水在夏季为修丘施令 这个子水本身呢 它在夏季的时候 它就是不得令 是施令的 对吧 修丘 那又为雾土盖头克 那天干克地支为盖头 地支克天干为结角 那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讲到的 大家先知道一下 咱们再看 石枝有金 金呢 本来是可以生水的 对吧 但是呢 刚才说了 这个就是远隔之力会最弱 往往只有生的像 而没有生的实质 所以说呢 这个有金本身可以生紫水 一是它比较远 生不到紫水 第二个呢 银武半河火局 火又来克金 所以说这个有金呢 只有这个生紫水的金 而没有生紫水的力量 它自己都自顾不暇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法子当中呢 是火胜而首败 咱们再看一下第四点 就是子五相冲 毛有相冲 为四正之冲 因为子为正北 五为正南 毛为正东 有为正西 这就是正东正南 正西正北 它叫四正方之冲 那银身冲 四亥冲呢 为四掌声之冲 这个银是火的掌声 身是水的掌声 四是金的掌声 亥是木的掌声 而不是 对 木的掌声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它就为四掌声之冲 那也为四亥马 特别是银身之冲的时候 它为陆马之冲 这个往往的是主胸 那么多是路上的这个灾祸 比如说像车祸之类的 我们再看一下陈虚丑位之冲 那么陈虚丑位为四木土 或者也叫四木库之冲 这个冲呢 只会使土更旺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陈为水库 虚为火库 丑为金库 魏为木库 那这是它的库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咱们看一下 当四柱当中水旺的时候 陈就为水库 那么逢虚冲尘的时候 为水库打开 就是说它本身为库 这个库门是锁的呢 这个时候呢 它旺的时候呢 一风冲 后门打开了 是不是就能取出东西来了呀 那么当八字当中水极弱的时候 就是这个水已经非常弱了 那么陈土呢 就为水木 就是它的坟木 对吧 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讲到四木库的 所以说呢 大家在这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如果这个陈 它为水的坟木的时候呢 逢虚冲尘的时候 则水木打开 那也就是进了这个坟木了 往往就出不来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它往往就会有事情的 那以此类推 四柱当中火旺的时候 虚为火库 冯虫冯虫冲虚为火库打开 当四柱当中火极弱的时候 那虚呢就为火的坟木 冯虫冲虚的时候则火木打开 那四柱当中 那四柱当中 木旺的时候 位为木库 冯虫冲虑的时候 为木库打开 那四柱当中 木极弱的时候 位为木的坟木 冯虫冲虑的时候 则木的坟木打开 那四柱当中 金旺的时候 丑为金库 冯虑冲虫的时候 为金库打开 那么金既弱的时候呢 那丑为金木 那冯虑冲虫的时候 则它的坟木打开 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 就是望耳入库 若耳入木 就是这个木和库 一个是望的时候呢 它就为库 以弱的时候 它就为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天干之间的搭配 如果是 甲子与甲武相充 或者是 吉卯与吉友相充 一般的都为败家 因为它们的那音呢 从 这个 它们相同 那就为窝里反 那甲子是海中金 甲武呢是沙中金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它的这个 这个那音是相同的啊 在咱们 第八节课的时候 讲到六十花甲子 和排四周的时候 会详细的给大家讲到 这个六十甲子的那音的 那么我们在这呢 简单先知道一下就行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破 好东西 就是这个用神 被冲的时候 就叫破 就是破坏的意思 对吧 那如果是坏东西 因为祭神呢 本身是不用的 对不对 它就为坏东西 被冲的时候 被冲破的时候 那就为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子五毛友权的时候 就是地支 都是子五毛友 或者是人身赐害权的时候 或者是陈虚丑魏权的时候 一般的呢 都为大负大贵之命 但是这个呢 也要看组合啊 你比方说乾隆皇帝 那他的话说 就是这个子五毛友权了 后面呢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八字的啊 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 地支六冲所主之事 那地支的六冲都主什么事呢 首先呢 先看 它四柱各代表什么 那年柱为祖上公 月柱呢 为父母公 及兄弟姐妹公 那日干就是自己 那日支呢 就为配偶公 十柱呢 就是子女公 那么这个看一下 年柱 月柱 十柱 只有日柱的时候 分了日干和日支 对吧 日干是自己 日支呢 就是配偶 我们看一下他的解释 首先说呢 地支相冲的两个五行 所代表的六七 会不和 或者是不吉 如果弱的时候被冲呢 这个败者 会有凶灾的 比如说子虎相冲 那五火弱的时候 被子水相冲 就为五火败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凶灾发生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年月地支相冲的时候 年代表的是祖上公 月代表的是父母公和兄弟姐妹公 对吧 那多代表此人与兄弟姐妹 就是此人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会与长辈不合 以及呢 不得祖业 就是得不到这个家族的一些帮助 得不到祖业 多是出外创业之人 那么往往的就是白手品家 对吧 那么如果是年月注天克地冲 就是天干相克地支相冲的时候呢 此人将会背井离乡 尤其是月之冲年之的时候 就是月上冲年上的时候 那么也代表呢 与父母的缘分比较薄 早到的就离开父母出去创业了 我们再看一下 那月日地支相冲 那月呢 代表的是 父母公和兄弟姐妹公 日呢 日呢 日之代表的是配偶公 对吧 他们相冲的时候呢 这个 就代表什么呢 嗯 或者是这个时冲呢 时之冲年之 也叫仇啊 他就主的是佛情寡义 或者是 这个与冲的六亲缘分佛 那比如说 月之和日之相冲 代表的是 兄弟姐妹 与其人的配偶不合 就是与自己的配偶不合 对吧 或者是 他的父母 与自己的配偶不合 那也主呢 此人的婚姻不稳定 那么往往的 就是 日之防冲的时候 也代表婚姻不好 对吧 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给大家详细的讲到啊 讲到这个婚姻这一块的 我们再看一下 日时地之相冲呢 他也为婚姻不稳 或者是与子孙不合 缘分比较薄 多主自己或配偶 与子女不合 那么往往呢 子女恐怕会远走他乡 早早的就离开父母了 因为这个日呢 代表的是 日之代表的是 配偶公 对吧 这个 时之呢代表的是子女 那么时柱代表的 就是子女公 那么日之和时之相冲 往往的就是 以子孙不合 那么我们再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 这六冲里面 都各主什么事 看 子五相冲 为一生不得安宁 坎坷 脱折比较多 毛友相冲呢 为诗约 背信 就是不守信用 而且呢 桃花感情 纠纷比较多 因为毛友呢 他为四桃花 这个子五也为四桃花啊 子五毛友就是四桃花 那银身相冲呢 多为性质 而且喜欢多管闲事 自害相冲呢 这样的人喜欢诸人为乐 呃 喜欢多管闲事 而且呢 自身的麻烦比较多 陈虚冲呢 陈虚冲呢 为这个客妻 伤子 伤子 但是看组合当中 谁被伤 那么这个 代表的六亲 他就会受伤的 那丑味相冲呢 就代表是 办事情比较麻烦 组合的事比较多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跟工作相关的 那子五毛友相冲 是工作地点容易变化 而职业不变 这个呢 子五毛友为四桃花 对吧 那银身四害相冲呢 就是替换地点 又换职业 这个呢 是四掌生之冲 也为四一马之冲 陈虚丑味相冲 是换职业不换地点 这个呢 为四目库之冲 我们再看一下 四柱当中六冲多见的 就是四柱当中六冲多的 主此人一生多动 因为冲也为动 日主若逢冲者 多主冲壮之灾 那比如说车祸之类的 还有一些这个 或是比较多 那六冲呢 冲主此人职业多动 居住地常有变迁 冲主相冲的六亲的居住地 以及呢 职业常有变迁 因为这个地支呢 它也代表的是六亲关系 后面呢 咱们讲这个时辰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的讲到的 那四柱当中呢 如果某一支为喜用神的时候 冲大运或者流年的地支来通的时候 则主四柱当中的地支 所代表的六亲不及 那拔字里的出呢 只是向流年引动 就会爆发的 咱们简单的看几个案例啊 比如说这个案例 男士 丁卫 己有 乙丑 鬼卫 这个里面呢 丑卫相冲 对吧 俩卫冲一丑 丑主是受伤的 就是说这个男人的媳妇呢 不是有病 那么往往就会离婚 因为冲到的是婚姻宫 对吧 那再看一下这个案例 丑我 乙味 丁丑 亚沉 那么这个呢 是 也是丑味相冲 那么这个 也是丑主受伤 这个人呢 往往的对老婆不利 对婚姻不好 往往婚姻会不稳定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女命的法字 丁丑 耕虚 任臣 丁丑 那么这个里面是 禅虚相冲 臣主受伤 婚姻就不好 咱们这个刚才说过了 所有的这个 冲到 日支的 冲到婚姻宫的 往往的都主婚姻不好 对吧 那么任水 自作木库被冲 往往身体也不好 咱们再看这个案例 吉毛 丙子 丙武 耕吟 这个呢 是 月令 子水 呃 坐下 鼓火 为 这个 看一下 天干的是 丙火 丙火 那 十枝呢 银木又生火 嗯 年迟的 卯木也生火 所以说 虽然是 紫水 当令 但是 火旺 得火中水清 五火 反冲 那 月座 兄妹公 被冲 被冲 被冲克的比较重 所以说呢 往往的就是 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合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案例 所以丁丑 丁味 丙身 更吟 首先看 年月相冲 那财库被冲 这个 就是 丑味 他都为酷啊 那么 就会破财 那日食冲 婚姻公 他也不好 因为银身相冲 对吧 那银身冲 定星 母亲有病 早逝 两个丁火呢 是哥哥 年上的丁火 和月上的丁火 坐下 身金是丈火 更金 身金是财 那身见银 为马星 在时上呢 就叫马上加鞭 身旺去远方 那么往往呢 身若 都会寿命软 这个大家知道一点 后面呢 我们还会详细给大家讲到的 嗯 刚才给大家讲的是 地支的六冲 那么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 地支的六川 这个呢 也叫六亥 那 这个看着那个手的时候 呃 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小手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了 叫瓶河 比如说 瓶河 瓶河 四身河 嗯 某虚河 陈勇河 四丑河 五味河 这叫平河 数亥呢 刚才说了 是这个 数亥呢 就是银亥相害 看啊 这就是数亥 银四相害 某陈相害 丑五相害 子味相害 深亥相害 有虚相害 那么这个呢 它也叫亥 也叫川 那斜冲 刚才讲的那个冲呢 是斜着的 它就是冲的关系 那其实这个 六亥呢 也叫六川 对吧 那么它的 实际上是来源于六合的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川的本意呢 是因为解合而产生的 比如说 这个五味相合 你看啊 五味相合 那么 因为这个子呢 子五相充 对吧 这个子来通五 就是这个子来解五味的合的 那么对于这个 呃 魏而言呢 这个子就是川 就是子味相川 那么川呢 它就是仇敌 就是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 而且 这个川 它是从侧面而来的 使呢 使人防不胜防 躲也躲不了的 川呢 它比冲的危害性比较大的多 因为冲呢 它是正面的攻击 你打我一下 我可以躲 我打你一下 你也可以躲对吧 这个就是当敌不过的时候 还可以跑掉 而这个川呢 它则不同 即使是敌不过 也跑不掉 所以说呢 命局当中 嗯 这个有用的这个字被穿的时候呢 往往的就多硬一些 灾 而维基的字被穿的时候呢 它往往的是这个硬疾 啊 就是有这个 就是用神被穿 用神的字被穿呢 往往的硬灾 那既成的字被穿呢 它就是硬疾的 这个呢 咱们知道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穿呢 它其实也就是制的意思 就是这个制住对方 对吧 当然这个呢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相穿的 六川呢 它本身就属于仇敌 就是早就结仇了 它不像地支的相冲 那么相冲呢 就好比是两个人一起吃饭呢 就是突然发生矛盾了 就打起架来了 起了冲突了 当然呢 彼此之间它都有防备之心 但是这个六川不一样 它是早就结仇了 那么往往的它会背后下手 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说六川在命局当中出现的时候呢 多会发生让人防不胜防的事 所以说它的伤害性就比较大 它比六川的伤害性要大得多 咱们看一下 其实六川呢 就是来源于六河 对吧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啊 比如说子丑相合 子水和丑土 它俩呢 是相合的关系对吧 那这个五位呢 它俩也是相合的关系 比如说子水和丑土 这两个人在谈恋爱呢 它俩是一对情侣 但是半路上杀出来个五火 那么五火来冲子水 就是五火来破子丑的河来了 把子丑呢给冲开了 所以说丑土就跟五火结仇了 所以呢 丑五它就为相关的关系 那子丑相合 卫土来冲丑土 子卫也成了相川的关系了啊 那这个子水对卫土呢 都会心生怨恨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子卫 它俩也就结仇了 另外一个呢 这个川有两种解释啊 一个是为川道 为川反了 就是正的东西可以川偏 天的东西可以川正 这个道呢 它就是这个立不住 破坏消亡 而且不能调和 为排斥 或者是有动向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川也可以说成是川道 另外一个呢 川它也主凶灾 拔字中有川多主凶灾 或者是死亡之灾 当然这个呢 也要看被川的字 在拔字中代表的六七 是否被川坏 这个如果川坏了 就可能会有死亡之灾的啊 那么另外呢 这个川也是克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你相克又带川的情况最为严重 比如说 子卫相川 那卫呢 属土 是属水 土来克水 对吧 当然这个呢 也需要看他川的严不严重 另外呢 卯尘相川 再有 有虚相川 咱们看这有虚啊 虚为造土 那么虚土里面含有丁火 对吧 那有金呢 它里面含有心金 那么丁火克心金 所以说呢 有虚川 它会坏有 那丑五川呢 这个丑土为师土 因为丑土里面它含有鬼水 所以说呢 它就为师土 那吴火当中有丁火 回水克丁火 是不是这个土的话说 它就会会火呢 也就是这个 师土会火 有的时候 比水克火的这个能力还要强啊 所以说呢 这几种川呢 它是最厉害的 就是最严重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啊 比如说 身害川和银似川 这个呢 是川中在生的 被生的一方 穿的时候 还有动的一字 因此呢 它的杀伤力 这个不严重啊 因为身金为金 害水呢 是水 是金来生水 对吧 虽然说相川 但是也相生 那银似相川呢 银木生似火 它们也是相生的 所以说它们的杀伤力呢 就不是很严重的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流年来了 川智拔字中主位的字 比如说日之或者是为用神的字 那么就会主心情不好 但是福利或者是呢 主爱比较多 那如果配偶公 受大运来穿呢 此大运如果没有结婚 就不能结婚了 他因为穿本身呢 就不好 对吧 他穿的是婚衣服 那么如果结婚呢 就会出问题 就结了婚了 就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呢 不一定离婚啊 也有个例呢 在川的运上结婚的 这个 但恰好呢 是流年制住了川的字 而且呢 夫妻星都动了 但是夫妻公逢川 往往会有离婚 或者是多婚的表现 所以说 这个六川呢 它比六冲比较严重 那夫妻公 穿了夫妻星的那个字 往往的就会离婚 或者是呢 他有 会有生死之灾 会有这个死亡之灾的 当然说的这个六川呢 这么不好 那么如果 为贵人的命运的这个人呢 比方说这个人他为贵命 那么这样的人 往往遇到川呢 还会掌权 或者是生官 但是呢 平常的人 或者是命差的组合 就是不好的这样的呢 往往遇到川 如果再临到欺煞 羊刃 死绝之地 或者白虎 吊客 因为这些吧 他都为这个 嗯 就是凶行 就会有坏事发生 主要在本人的身体方面 和骨肉 相伤等一些问题 等一些这个问题发生 那么这个六川呢 尤其是对婚姻不利的啊 那六川最怕在时之和日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 日上呢 是婚姻拱代表人的中年或晚年的婚姻 或者是中年或晚年的身体 那在月之与日之川呢 主婚姻不好 夫妻感情不和 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等等的 那身体在青年的时候和中年的时期 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那在年之玉川呢 往往的是与老人之间有一些问题 那川往往会对老人不利 当然这个呢 还要分析 香川在哪个宫位上 代表的是什么六亲 看本身的五行旺衰 谁受伤 或者是呢 唐肝的五行 或者那阴五行 谁受伤 这个呢 要具体的分析的 其实这个六川呢 往往的是没有什么有利的地方 比如说川到婚姻宫 对婚姻不利 对吧 刚才我们也说了 那如果川到别的柱上呢 也会对身体有影响 会有疾病 所以说六川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优点 在拔子当中 如果川多 主凶灾 会有死亡之灾 对吧 那江川的两个字 看背川的字 所代表的六亲 或者是身体的部位 往往的都容易出问题 那么咱们看一下 四柱代表的人体 那年柱代表的是头 月柱代表的是胸部和头 那日柱代表的是腹部 就是人体的这些主要脏气 那时柱呢 代表的就是腿 其实六川在命局当中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 刚才咱们说了 尤其是对婚姻不利 对吧 尤其是川到夫妻宫的时候 那么婚姻一定会有不好的现象 严重的时候 会有离婚或者死亡的信息 所以说 在民间呢 他就有这个男女属相配婚的一个歌诀 俗名也叫《断头魂》 又叫做《参亲六害》 那这个歌诀呢就是 从来白马怕青牛 鼠羊相逢一旦修 蛇见蒙虎如刀错 朱欲圆头不到头 龙逢兔耳云端去 金鸡贱犬累交流 那么说的是 这个 比如说白马 那五马对吧 为五 那青牛呢 就是丑 丑牛嘛 所以说呢 这个 丑五相穿 鼠羊呢 是子胃相穿 那这个 蛇和虎呢 是 银四相穿 那猪和猴呢 是身害相穿 那这个 这个 龙和兔是 呃 某臣相穿 那鸡和狗呢 是 有虚相穿 所以说呢 他这个 在婚姻上来讲 往往的 嗯 尤其是家长 知道这个 呃 这个歌诀的 或者是呢 就是知道 这样婚配不好的 一般的时候 有人介绍对象 先问 是数啥的对吧 尤其是在 原来古代的时候 那么一看 首相不对 那么往往的 就不让再介绍了 其实刚才这个歌诀呢 最主要讲的 就是六川 咱们看一下 六川所主之事啊 嗯 这个 刚才也说了 那 六川当中 以克 又带川的 情况 最为严重 那么咱们一个一个 来看一下 比如说 子卫相穿 往往的为 家庭的内部矛盾 为土呢 克紫水 子卫川 它的破坏力就比较大 对吧 它的这个 影响就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 丑五川呢 五火 克 丑中的有金 丑土受伤 那么丑呢 又为师徒 可以会火 那这个呢 一定要看 拔子的组合 谁的力量大 那丑五相穿 它的破坏力 也是很强很大的 那么咱们再看 这个银四相穿 这个呢 是 谁也不服谁 是属于 平级之间的 无恩 无礼的关系 那么 穿的呢 都是 林冠掌声 它为 内部的瓶级 银木本身是 可以生丝火的 但是丝火里面的 耕金 它就刻银木里面的 甲木 呃 咱们前面讲的那个 就是第一支藏杆 哦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因为那一部分内容 非常的重要 呃 在拔子 这个 钻拔子当中呢 第一支藏杆 时时刻刻都会用到的 我们再看 深海相穿 从银寺相穿 它这个呢 也是 林冠掌声之地 那 银寺和深海 主要是看 纳婴和内寒的 五行之间的深刻关系 嗯 我们再看 卯臣相穿 卯为木 臣为土 所以说呢 是木刻土的关系 是臣土受制 这个土呢 它就为将死之土 那么再看拔子的组合 谁的力量大 如果卯木非常强大 臣土则会受伤 非常严重 所以说 卯臣穿 它的破坏力 也是很强很大的 我们再看 有虚相穿 那有虚相穿呢 它本身也是结仇了 对吧 它是嫉妒之仇 这个有金呢 它是金的帝旺 它是这个正旺的时候啊 那么虚土呢 它就记住这个有金 虚见有 那虚土中的丁火 有金中的心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为丁火克商心金 另外呢 虚土为造土 又是火库 当虚土的力量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碎金 这个不是所有的土都生金的啊 当这个为虚土 这个当为造土的时候 而且的话 还没有水来润浸的时候 这个土呢 它就是碎金的 也可以说是克金的啊 那么如果地支形成了 银母虚三合火菊 或者是我特别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火库 本来土是可以生金的 这个时候呢 它不但不生金 还会碎金 对吧 也就是克金 那它的力量呢 有的时候甚至大过火 那有虚船呢 虚土就会坏有金 一般的时候是有金受伤 那有虚船 它的破坏力呢 也是很大的 刚才呢 给大家讲的是 地支的六冲和六川 这个呢 在我们断八字的时候 也是经常用到的 嗯 这一部分内容呢 咱们讲的 嗯 就是这个 比较详细了一点啊 那么下节课呢 咱们会讲这个六冲的详解 因为这个呢 我们就是 时时刻刻都会用到 所以说呢 大家下点工夫 如果是我们有书的 嗯 建议大家呢 先看看书 最好的话说呢 先预习一期 就是当我们有不懂的时候呢 不管是在 丁丁个堂上 还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随时可以沟通 好不好 这样呢 有助于大家共同学习 那今天晚上呢 咱们就学习到这里吧 感谢师傅 感谢师姐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